我想他們的生活比較穩定 起碼覺得有人同行 你在未退役之前 其實已經要裝備定自己 你未來五年要做些甚麼 我是Michael 盧亭軒 我本身是玩法式單車的 現在就在體育總會工作 最初一定會有迷惘 以前運動員就是 教練給你指導你 你正跟著做就行了 囚生即場的時候 你不如想想怎樣解決問題 我是林金輝 我是前香港足球代表隊的成員 現在就在奧委會合格的 奧夢成真做一個體育人的教練 轉型的時候 其實都很徬徨 當中你根本未有 一個很裝備的自己去準備 不踢球了怎麼辦 我叫做卓金棠 Tony 我轉了做演員已經是五年 我想運動員遇到最多的問題 剛才踏入職場 就是不知自己是定位 我是做教練好些 還是做admin好些 還是做傳媒人好些 這些真的要摸索 其實Tony也百足這麼多 他之前也有做過體育總會 以前做finance 到去體育總會 中間都有向Tony問一些提示 其實應該要怎樣做 這個真的幫助了很多 好像因為疫情 我們要做網上教學 我都會問他很多意見 例如對著鏡頭應該怎樣做 演講技巧 例如有些稿 可能你要背定的 怎樣去做 這些等等都在學長身上學到 現在的香港社會 真的要轉身快 真的不可以這麼一成一變 我覺得他們其實有這樣的 在職場裡面打拼的先決條件 就是他們有運動員的反應 以及有這樣的毅力 Hong Kong ASAP 全力支持香港運動員